你一定想不到豆芽炒香肝像我这么做好吃到想哭 香肝切片,水开下香肝,加点老抽,做熟捞出 油热爆香蒜末,倒入豆芽,香肝,红椒,放盐,生抽,蚝油,豆芽炒出水分 下一把韭菜,大火翻炒均匀,出锅啦 简单的食材做出不简单的味道,还不快点试试 滑蛋牛肉,一道蛋白质满满的家常菜 听说也是港式茶餐厅桌桌必点的一道菜 吃过的都对它念念不忘 牛里脊逆纹切成薄片,用葱和姜搓一个葱姜水 捞出葱姜,放小勺淀粉,搅匀备用 牛肉加少许盐,一勺糖,少许小苏打,生抽,蚝油 抓拌上劲,再分两次加入葱姜水,让牛肉充分吸收 拧一圈发生油,锁住鲜味和水分 多搅几个鸡蛋,加少许水淀粉,能使鸡蛋更嫩滑 充分搅打,往小了换一个大碗 搅滞蛋白和蛋黄充分融合 热火冷油,下腌好的牛肉滑散 炒到身后倒入蛋液,开小火煎蛋 哪里凝固推哪里,往中间推,一直推到没有流动的蛋液就可以了 牛肉和鸡蛋都无比嫩滑,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 喜欢的赶紧安排吧 下天爱喝的苦瓜汤 要怎么做才能肉片滑嫩,苦瓜不苦呢 首先树上摘来的苦瓜对半切开 用勺子刮去中间的白杨,然后斜刀切成薄片 用盐水浸泡10分钟,这才是苦瓜不苦的关键 切好的梅花肉加盐,料酒,红薯淀粉招拌均匀 水开放入肉片,倒入苦瓜煮2分钟 加盐鸡精,香油调味,有条件的放点葱花枸杞 清热解暑超好喝的 年夜饭桌上都要做一道生菜,寓意生财 很多人却不知道怎样做到翠绿鲜嫩又好吃 锅里水烧开,加盐和植物油能使叶子保持翠绿 超烫30秒捞出备用 热油爆香红椒丝和蒜末 好吃的关键是,这个很多饭店大厨都在用的白灼汁 它像酱油一样,适合各种清蒸和白灼菜 上桌了,精脆又爽口 妈呀,太香了 五花肉第一次做出这么绝的味道 超过水的五花肉,先切块再切丁 倒入锅中,加姜蒜小火慢慢边炒出油汁 倒出油汁,放一边等会儿还有用 有了这包料啥调料也不用放了 再来一罐啤酒拌碗水,倒入砂锅 扣盖,我也学着人家淋一圈白酒 开大火焖煮 这时候可以用盛出的油汁炸一个虎皮鸥蛋 倒入砂锅,继续小火焖煮40分钟 红烧五花肉就做好了,软糯Q弹 这味道能香到你跳起来 废话不多说,我先开吃了 油门大虾你喜欢吗 跟着我这样做,你严可都数不得扔掉 早上买的新鲜明虾,去掉头和虾线 清洗干净下油锅炸 炸至肉壳分离,捞出备用 锅流底油,爆香蒜末和姜末 倒入大虾,放生抽,蒸鱼豉油和蚝油 翻炒入味,加一碗清水 小火扣盖煮三分钟,出锅撒上葱花,一口一个 酥脆鲜美,连壳都那么好吃 油门大虾你喜欢吗 新鲜虾去虾线洗净 锅内热油,姜片爆香 下处理好的虾尾,开大火 油炸到虾肉壳分离很明显在捞出备用 锅流底油,爆香姜蒜末 下炸好的虾尾,一圈生抽 一圈蒸鱼式油 一勺胡椒粉,小勺盐,拌碗水 扣盖焖煮两分钟收汁 撒上葱花,油门大虾就做好了 连壳一起嚼,真是又香又酥 有20斤的树根,能做出多少专出呢 清洗好的木薯,消去外皮 用剁骨刀切成小块 越小越好 原来是像这样子一点点敲的 但是实在太硬了 打成用破壁机,记得要加点水 放进烧布里过滤 少量多次都比较好挤 我一共做出了这么整整一大桶 沉淀一往上把上面的水分给倒掉 最后底下留下的就是木薯粉啦 刮起这一层飞牛顿液体,铺在纱布上 尽量平整一些,塞上两天 用小锤子把塞干的木薯粉一点点敲散 再用研波,研磨成细腻的粉末 过个筛 还记得前几天做的珍珠粉吗 今天就用珍珠粉来做珍珠 清水加入一点白糖,烧至沸腾 粉和水的比例是1比0.7 使劲揉成光滑的面团 这个小秒灶做丸子特别的好用 用蒸盘一压,小刀一刮 倒进平整的盘子里 再撒上一点木薯粉 来回左右滚动均匀的裹上 水开倒入珍珠 大约煮个10分钟就可以了 记得要过一杯凉水哦 这样做出来的珍珠才会更透亮 珍珠打底 倒入满的冰块 加点杯母粉,倒入红茶 搅拌均匀 六观一彩的贼好看 剩下的木薯粉 简单的密封保存就行 你们来测测看 这一锅到底有多重呢 快,做给亲爱的人吃吧 有没有像我一样 对广味拉肠情有独钟的 按照这个配方 我每年都会做 我女儿非常喜欢吃 她说比外面买的要好吃 猪前腿肉去皮 切成硬币大小的块 放盐,糖,薄盐,生抽和高度白酒 最好用粉酒 特别的香 充分抓匀 腌制四个小时 提前半小时把肠衣清洗干净 套水龙头冲洗两遍 这样做衣服为了清洗 二十看有没有漏洞 然后再用白酒和水泡半个小时 灌肠器塞满腌好的肉压紧 然后套上肠衣 一段打上结 像这样 右手转动灌肠器 左手放肠衣 肉一定要灌紧实 酒分满是最好的啦 灌好的腊肠分成小段 吸上棉绳 放70度的水中洗一颗热水澡 捞出来每一根丝面都扎上小洞 方便排挤 接下来就交给老天爷啦 这是15度左右 晾了一个星期 迫不及待有点想吃啦 持续最好是能够放在 阴阳通风处晾上两周 喜欢的赶紧安排吧 我做梦也没想到 即使这样做居然这么好吃 还没出锅就被抢光 鸡翅对半剪开更加入味 放一包盐菊粉 抓银腌制10分钟 再加两个蛋黄 一勺生粉 抓银入味 油热下鸡翅 小火煎制八面金黄 加蒜末青红椒 翻炒均匀即可 一口一个太过瘾了 广东经典名菜猪肚包鸡 作为湖南人的我也非常喜欢吃 处理干净的猪肚切成条 鸡肉冷水下锅 放一勺料酒 周熟捞出 不用放油下锅炒 加姜片 炒干水分后倒入砂锅 加猪肚 挡身 莲子合一整锅开水 扣白中小火炖90分钟 加红枣再煮10分钟 最后撒上枸杞 盐胡椒粉调味 汤心味美 赶紧给你的家人做起来吧 孩子放假在家想吃奥尔良好吃了 教你自己在家做 干净又卫生 首先积制两面改三刀 加姜丝 料酒 生抽 放一包这个个位数 八包的奥尔良腌料 有三个口味 小朋友吃就用蜜汁味的 一包刚好一斤的量 抓拌均匀腌制半小时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 万一出锅满屋飘香 女儿一口气吃五六个都不解馋 孩子放假在家想吃奥尔良好吃了 教你自己在家做 干净又卫生 首先积制两面改三刀 加姜丝 料酒 生抽 放一包这个个位数 八包的奥尔良腌料 有三个口味 小朋友吃就用蜜汁味的 一包刚好一斤的量 抓拌均匀腌制半小时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 万一出锅满屋飘香 女儿一口气吃五六个都不解馋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